观众朋友观众全球热点与您真诚互动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 温家宝继去年访问希腊而大规模的投资 处于风险最高边缘的希腊债券 和处于危险边缘的西班牙债券之后 今年又既访问布达佩斯而宣布投资匈牙利的实业和金融资产 温家宝还表示将继续购买欧洲的债券 支持欧洲和欧元区 那么中共的智库同时也表示 欧洲的债券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那么中共为什么又要大力的投资欧洲的债券 那么温家宝此行 那么中共是否又成为欧洲债务危机的救星 节目当中围绕着一系列的相关话题 我们有请资深评论员陈志飞教授 为我们做点评分析 陈志飞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温家宝 现在这个是从本月24号到28号 对欧洲的三个国家进行访问 那么他同时也表示要继续购买欧洲的债券 那么不只是债券 其实在投资和其他方面领域也就加大投入 您怎么分析中共采取的一系列的动作 从去年开始到今天的现在 这个问题首先谈表变问题比较大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就是说 中国现在和欧盟之间的外交关系非常的热络 比如说你看去年胡锦涛访问了葡萄牙 在里斯本也像温家宝一样给人家送了大礼 要承诺买葡萄牙的债券 因为葡萄牙也是一个债务危机的受影响的国家 另外还访问了爱尔兰 那么温家宝去年10月份去了希腊 就是刚才说的买了几十亿的希腊的债券 而且投资他的港口铁路这些 就是瀕临破产的这些实业 那么今年早些时候五月份的李克强 他又反问了西班牙 也是给西班牙送了一份大礼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南欧这些瀕临破产的这些 所谓的PIGS 就是说PIGS的P 就是猪 P-I-G-S P就是葡萄牙 Portugal I就是Ireland G是GREASE S是SPAN 中国都跑遍了 这领导人跑遍了 另外我说到热络的话 五月份在李克强访问西班牙不久 什么欧盟理事会主席 他访问了中国 那么在期间就有一个非常有耐人寻味的信息被放出 中共在借机督促他帮助欧盟取消对中共已经长达21年的武器禁运 所以说这就把这问题我从这就看出了一点蛛丝马迹 就是说表面看是一个经济问题 是一个贸易问题 是一个疏控 现在困扰欧洲的债务问题 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的政治因素在里面 您刚才提到这个政治因素 一会我还想请您再详细的分析 那么看一看就刚才您提出的中共的访问这几个国家 那我们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 防治国家究竟和中国的贸易量在欧盟之中占下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究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观众可能也看到了想到了这一点 因为就是说你现在的话 中国和欧盟的贸易整体来看的确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水准 基本上欧洲现在欧盟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 超过美国 这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 欧盟是领头羊 在中共对贸易经贸当中占据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地位 那么实际上大家把欧盟统称为欧盟 但欧盟包含了27个国家 实际上很多国家跟中国的外贸方面的关系 经济方面的来往是非常脆弱的 这么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我刚才说到那四个 那几个国家和PIX那些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跟中国的经济的互补性非常小 因为这些出于南欧的或者东欧的这些国家 包括匈牙利 他们主要是受地中海文化的影响 实业工业都非常落后 这也造成他们现在债务危机的一个原因 它不像英法德大陆国家在传统制造业 在全球的技术开发方面就有领先地位 他们主要是靠有些的农业 以及主要是旅游业 西班牙葡萄牙这我们都知道 包括希腊那都是观光旅游的好地方 但是实际上这些国家由于加入了欧盟之后 欧元的性价比就是价格比 要比原来本国的货币要高 所以使得外国的游客望而却步 因为你全部用欧元来销售 来兑换 那太贵了 所以说他们加入欧盟之后 其实旅游业方面的发展也受到限制 对中国旅游游客来说 实际上去这些国家去游玩一趟的话 花费也是不费的 所以说从整个地缘纽带和传统的 还有经济特征来看的话 它跟他们的互不清非常小 我现在有一组最新的 有欧盟发布的官方数据 可以看出 就是说最近的是09年 08年和09年的基本事态 保持差不多的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欧盟对中国的出口来看 领头羊是德国 它占了43% 下面就是说是法国占了10% 意大利9% 还有英国占了7% 荷兰占了6% 那么从欧洲出口的项目来看 90%的都是制造产品 主要是汽车 还有机床 德国制造出口了很多的高精端的机床给中共 最近是中国的制造业方面有些迅猛的提高 还有飞机 空中客车这些占到了90% 那么中国最近对欧盟的出口也有大幅增加 是欧盟现在其实在贸易上处于逆差地步 但是中国的出口的主要是计算机零件 还有一些纺织品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游戏机 所以说总体来看 大头是这些发达的西欧国家 那么南欧国家的话 实际上我刚才算了一下 南欧国家的 比如说总共的上半年09年的话 总共的欧盟对中国的出口量是374亿美金的话 那么我们看到希腊只占了4500万 那么可能连个零头零头都不够 那么匈牙利可能就不到4亿美金 也就是大概刚刚超过1%的样子 比起德国法国这种绝对统治地位的数字相比 他们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 欧洲国家智库和学者的注意 比如说在温加茂访问 匈牙利和西欧英国和德国期间 6月22号 英国一个最著名的地缘 就是说国际关系专家 他的名字叫Timothy Gordon Ash 他同时也是供职于美国著名的普鲁金斯学院 就是斯坦福大学普鲁金斯学院 他这个人学者发表了一篇 在英国卫报发表的文章 就指明中共正在对欧洲进行这种魅力外交 你看到处撒钱 这领导人胡建涛 李克强 温加宝 轮番出去到欧洲这些国家撒钱 他的罪功之义不在酒 实际上是在企图分化瓦解 欧盟以及甚至想离间欧盟和美国的这种传统联盟关系 也有它具体的目律 比如说那种事情取消 取消长长长时间长时间的对华武器经营 这点是美国是极其反对的 美国在小科学期间甚至跟欧洲吵翻了脸了 在这点上 anywhere 我原来很早和提前做一次不要记得 我说法国的萨克奇是个软柿子 法国很早就牵头要去取消武器技術 那么所以说这回我估计他也不用再去访问法国了 那么这个人非常著名的学者 另外也引用了现在欧盟最新的研究资料 比如他表明中共现在对欧洲的投资 有40%都是在四个 就是这几个南欧国家 希腊 阿尔兰 西班牙 葡萄牙 还有匈牙利 40%是投到这些国家 而不是欧盟的主要核心国家 它叫peripheral 边缘国家 那么它肯定是有它的战略目的 因为你从刚才数据来说 投资跟贸易额根本不成比例 这几个国家加起来我估计也不到5% 那么就要问 我想中国人也会问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个国家的话 反而投资风险是非常的高的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投资给他 就是直接的利益的话他能得到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要提中共说话的话 或者说他要做宣传的话 他表面有人不明真相 可能会说 中共现在有三万元的外汇底存 全投在美金上太危险 我们要diversify专业术语 我们要多元化 那么欧元区的收益高 对吧 我们可以抵消美元区造成的风险 但是首先他可能说对的一点 就是说这些地区的 像这些刚才我说的这些 瀕溃的这些国家的债券 收益是要高 为什么呢 收益高它就是跟它的risk level是相辅相成的 为什么它要给你那么高的收益呢 就是因为它自己这个风险就比较高 另外这种 再给举一个更明确的例子 就是说现在欧盟的主要这个国家 就是法德了 法国和德国 在试图纾困这些债务危机的影响的国家 但是在国内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莫尔克尔执政五年以来 他实际上民意下降的最多的 就是去年五月份 欧盟通过了一篮子计划 要纾困出动1100亿欧元来纾困希腊债务 从那之后 它的民意一路下降 就从这些民主国家的人来说 他并不像我们中国大陆的人 就是那么对外界的可能对方这方面不太了解 他知道这些纾困这些国家 他们的风险 你像希腊的话 是全球可能说是最风险危机最高的 就是他的债券 仅次于南美的厄瓜杜尔 那通口膨胀的高得不得了的国家 他们知道 这些民主国家的人 他消息灵通 他知道 如果你投资这些国家债券的话 用了个资金纳税人的钱 等于说一句土话的话 就是肉包子打狗一鱼 一气不回了 这些钱 希腊哪时候能还你 能不能入伙 希腊现在已经在谈到拖欠债款 已经在谈话是不是要破产 所以说这时候投钱进去 作为欧盟的话 他主要是出于一种联盟的道德 和这种责任感 中共跟他本身巴干打不着 也没有什么金贸来往 一年才5000万出口 人家对你 你为什么要给人家撒那么多银子 这不是最后就是说 像英国的一个学者 他的说法就是说 欧盟到时候选举 就是投票的时候 对某个事务 比如说取消武器禁运 给中国一个所谓的 真正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这样给中共很多的贸易上的便利 在这个问题上 投票的时候 因为他要遵循一切大小平等 这些国家在表面的 权力跟联合国一样 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你看 出境的这几个三个中共大头 到处在那些国家去撒银子 在周边去投资 您的分析是不是 是不是说在这个中共的在这个 向这个欧洲的这些国家撒钱的话 并不是真的为了解决欧洲的债务危机 也并不是刚才像您所说的 也并不是在考虑这个钱 是否能拿回来 而是为了达到政治上的一个一个目的 我跟你说 对 我意思是这样 为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真正要考虑 要解救他们的危机 他们的帮助 就像我们解救邻居的困难一样 你得给人家提出好的建议 这是为什么现在欧盟 就在给希腊贷款之前 第二批贷款之前 要希腊紧缩财政 希腊进行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提出相对要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是很有钱 国际组织来出困这样的 就专门振动问题的 他不是每次把钱都给你的 都要附加条件 每次国际货币基金都要附加很多条件 你要削减多少的财政赤字 你要砍掉多少联邦雇员 政府雇员 他都要很明确的 中共这次不闻不问 去了就给钱 也不问能不能收回来 反正就是说这个钱给你了 看着办你帮我那忙吧 就他这个意思是很明确的 那么就是说 他现在这次为什么要访问德国和英国呢 就是英国现在就是说 他有一位女士叫Catherine Ashton Catherine Ashton现在是欧盟 整个国整个联盟的外交最高长官 这名字他叫高级干事的 实际上是欧盟的外交部长 他现在在对华经营问题上有所松动 他想通过欧盟的这种对华解除经营 使欧盟这些大量的这种武器 军火这种企业能够类似受到像前俄罗斯那样的一个大的这么一个推动 由于对华的这种贸易 在英国和德国之间 即便不能最后把他们这个观点改变 又使他们有所松动 所以他真正的目的 罪翁之意不在 还是在于武器基运和其他 其他分化欧盟和这个对抗美国的这个目的 看来这个 如您所说的 如果中国送大单大礼的话 送这么多钱的话呢 罪翁之意不在酒 并不是真的要纾困 那么但是最终结果买单的话呢 可能还是中国的人面 好的 今天也有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我们节目就只能进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今天点评分析 观众朋友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